作詞曲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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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是我們最大的希望 最好的就是治療好了 然後就送養成功 讓牠能夠有幸福的後半身 我覺得這是我們最快樂的地方 會收容醫治 台灣動物緊急救育小組的醫院的醫生 其實基本上他們也是對流浪動物所友善的 然後住院的話也是給那種 非常優惠的價格 要不然我們也不可能說 有這麼多的動物同時在做一些醫療 如果是比較重大的疾病 非得要到比較大的醫院的話 我們還是會送過去 南部的話我們就是一個救援的團隊 國外任養部總部也算是在高雄 就是牠會負責跟國外做聯繫 然後跟國外有很深的那種合作關係 台中辦公室算是一個中部的據點 然後狗狗要送養的時候 從高雄上來會先到辦公室來做休息 然後再從台中出發到機場 北部方面的話應該就是屬於一個機場製工的團隊 我們的機場製工是有個團隊 我們每次有機場任務的時候 我們就會公告 然後他們有空的就會過來 完全都是義務的性質的 我們最大的希望 曾經有這樣想過 我們有自己的動物醫院 然後呢我們有自己的一個中途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動物醫院治療之後 我們有中途的地方可以幫狗狗做訓練 然後我們也會請一些訓練師 但是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動保團體在最近幾年 就是很多新的團體一直產生 我覺得這是好現象 整個台灣觀念有改變 就畢竟越多人去監督說大家有沒有愛護動物 那越多人去監督的時候 大家就會慢慢地改變他的觀念 就會對流浪動物比較友善一些 我覺得有改變